我们第三个阶段的研究即将展开 就是研究到有关阿拉涅遗迹与中华文明 我们每一个都在讲广东话或者国语的人 都是中国人 我们都期望我们中国的同胞更多有机会接受福音 所以世界所有的文明都应该始源于罗亚方舟 因为当罗亚出了方舟之后 如果当时世界上的人都死了 不用问阿贵 就是跟着世界的文明都是由罗亚一家八口来到开始 所谓闪含雅忽 分散到世界不同的地方 如果是这样的话 所以中华文明的开始都应该是跟阿拉涅有关 但是过往里面我们说不通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一提到有关罗亚方舟或者是人类此缘 那么中国同胞们都不会将圣经所说的创世纪 轮到与中国文明有关 因为中华文明有成几千年的历史 但是如果是根据很多人对圣经的年代的看法 他们认为阿当、夏娃一直生下去 到了这个罗亚时代 如果根据爱尔兰的传教 也是年代的专家来说 就大概是主持2300至2500年之间 甚至有些人很准确说是公元前2348年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一说到这里就说不通了 因为历史里面去到那段日子 中国文明是没有文化的断层 也没有时间的宗旨 在这个情况下不仅中国没有 世界各地也没有 所以如果真的要研究这一件事 一定是说根本不可能在那段日子 不可能在那段日子是哪段日子呢 其实看历史里面 我们都找不到这个日子 因为有历史可尋的 但是主持3000多近4000年 所以有文字记录 都找不到世界这么多不同的国家文明历史记载 有同一个时间的宗旨 或者是文化的断层 所以祖哈南阿博士提出了可能 根据其他一些文物群 包括《《野生经》咀斗》 他们就估计可能这个木结构 如果真是阿拉涅有关系的方舟为物的话 可能是主前13100至968年 这个在史前的就成为一个可能性 并且如果将中国文明有主前大概5000年 再加在文明里面 都有一个很重要的接轨的可能性 为着这个缘故 我就要开始发动 这个研究中华文明 以及阿拉涅遗迹的关系 在我的桌上就有很多 最近我们买了或者订购 有些就是到了 还有另外一个书单还没齐齐的 不过大部分我们要的书 以及一些专门 已经在我们的研究中心里面 现在桌面里面是摆放一些 比较上是主要的 在这些书跟大家介绍一下 为什么要这样介绍呢 我就很盼望大家了解 我们不是拿着一张纸 或者不是一些纸上谈兵 我们实际上是对这个研究花了代价 而这些书本研究的资料 是实际在我们手里面 如果是差一两份文章 就在那里大讲一番 我们就不会这样做 所以现在这些书有些什么呢 大家了解这些书 这几本都是讲到中国文化的始源 越来越多人写这条书 因为呢 讲回中国文化的始源 讲回中国文明的开端 讲到远古文化呢 现在是中国考古学里面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因为每个国家都很想尋根 知道自己的祖宗是什么时候开始 这个文化的呢 这一个就是有很好的一个资料 而在这些资料里面很清楚 把中国很多古代的考古遗迹 在今时今日看回头 又多了近年里面的资料 这些书是很新的 有些甚至是今年和去年出版的 第二组的书是有关中国在旧石器时代 以及新石器时代的考古 这些资料也是很近年的 这些资料里面包括了 对于在这段时间里面 那些种种方面 比如天气、环境等等里面都有记载 而第三组就是有关这些史前文明里面的 特别是某一些我们很注重的地区 也是最早有史前文明的 包括了有黄河 有上游和中游 以及有长江附近一带 这些书都在罪落研究上提供我们很多资料 什么叫罪落呢 即是说那里有人群住在里面 那什么时候开始呢 如何增加呢 他们是从哪个方向来的呢 你知道中国就在土耳其的东面 到底那些人的源头开始又随落 是靠近东南西北哪个方向 而是如何开始的呢 这些书就有交代了 还有就是接下来有这个科技考古学 科技考古学里面包括了有动物考古学 植物考古学和环境考古学 还有就是有关这个测棉 就是说断定是什么年份 就是用什么技术去做 那些技术是怎样的呢 这个有关这个科技考古学 再下去这些书就是最多的了 有关就是这个民族 就是有关这个民族的考古学 你知道一个人群一个人群这样组成 到底他们的宗教语言 以及他们的生活习惯丰族 在历史里面在中国各个古代的遗迹地方 是怎样发展的呢 接下来一堆就有关中国农业的此缘 其中这几本就有关植物考古学 从这本一直到这本都是中国农业 包括了中国的水稻 关于他们当时用的农业工具 这个很重要 因为如果在木结构里面找到的一些种子 被中国找到认为是中国最早的 更早的话 那就是说最早的中国农业此缘 就不是此缘于某一个古代的农业 而是此缘于这个阿拉涅遗迹 中国经常都会讲到有关这个水稻 水稻就是稻米 中国稻米就是世界最早的了 而中国最早的稻米 是怎样开始研究和在哪里发现的呢 这几本书就有讲 都是讲到史前的 再下去就讲到古代的环境 古代的天气气候 而当时的气候有没有可能是有一次大洪水的爆发呢 再下去就有关这些就是古代的洞月里面有的遗迹 包括了在岩洞里面的壁画 由我上一次去到土耳其去研究卡文古洞 就了解到原来洞月有那个研究的价值 原因如果真的有大洪水淋到那些普通的泥 沙石坟墓都被冲走的话 但是一些硬石的山岩 可能会幸免于烂都不一定 所以为什么今时今日有这么多史前的 有这些古代的人画的画呢 中国也有 而这些画或者是岩里面的一些壁画 那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跟这个阿拉列遗迹 拉上关系呢 那接着再下来就有关这个水平线位的一些提升 那还有就是有关这个中国大地的地理学 或者文化学的演变 那这些都成为了我们研究这个题目里面的 最主要的课题 那所以这个阿拉列遗迹与中华文明的研究即将展开 很期望顶姊姊妹给我们的鼓励和支持 我也都相信有很多人听见我们说要做这个研究 会觉得很可笑 那哪个人做这个研究 有什么可能基督徒要研究中国这么古老的文明呢 那其实我们只有一个心 就是如果这一个研究是可以打开一个中国福音的门 使得一些本来是好像跟福音绝缘 没有机会 你跟他传福音他都是很抗拒 我们都期望对于这些人有一个生机而已 中国文学家莫然是得到这个诺贝尔文学奖 当未曾宣布他得到这个奖之前 就不是说周围的人都看他的书 但是当宣布他得奖那一天 他的书周围都被埋了 原因就是因为大家都看中原来他是有这样的资格得到这个奖 那我也都期望有一天 如果圣经再不在人心里面 是断定成为一种的传说 以及是神话的话 那会不会藉着这样 这样就有更多人是很想去读一下这本圣经 我们打开了这个研究的门 开始去做这一步 就是想有招这样的人 使得这些似乎是跟福音绝缘的人 能够有盼望可以对圣经产生一种 起码阅读和接纳的兴趣以及可能性 所以我很盼望 鼎子妹以一个支持代祷的心来支持我们 使得我们这个工作能够得以顺利